關於處理生命,我們怎樣可以完全給神掌管呢? 這個很重要的第一,就是跟神有親密關係 經常深信神愛我們,經常活在神的愛中 經常起床就告訴自己,神愛我神,祝福我神 在我生命中有個奇妙計劃 並且是享受神,喜歡神 因為神實際上做了很多好事 他創造這麼多好食的東西,創造花嫂樹模樣 在我們心裡經常做工,經常想念我們,經常幫助我們 這些都是神的工作,在我們心裡經常不斷做工的 如果我們的心好起於神 因為很多人祈禱,他只是這樣說而已 神,多謝你,感謝你,即是說 很多人祈求神,求你依致我 這是一種裸野的心態 但是這樣的情況,神的工作就不會最強力 神的工作就不會最強力 越起越神,即是說神真的很好,很感激神 當我們感激,神的工作就會加強 即是時時好感激神,神真的好 這是第一步,即是說我們想被四年充滿 以及處理生命的問題 以及被醫治,或者邪靈管出來 第一步就是深信神的愛,活在神的愛中 這是第一步 第二就是處理生命 有位姐妹說到關於遙恕 遙恕這件事,我想說不只是單一次說我遙恕他 因為我們的心裡有那麼多人覺得不憤氣 覺得他為什麼會這樣對我 心裡有怨恨,有緩衍的想法 這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心靈裡面就會有這樣的罪 這個罪就被魔鬼留地背 那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神是會引導我們,神會帶著我們 當我們同一個人的關係有問題 神是會讓我們多次想到這個人 但每一次想到這個人是怎樣呢? 沒有處理的方法就是怎樣? 為什麼他這麼壞?為什麼這樣對我? 為什麼這樣? 這就是怨恨 怨恨,凡是負面的一定是不好的 怨恨的時候一定的導致後果是邪靈走 神的同在不強烈 身為有問題,各樣的問題 很難得到神的祝福,也很難有起落 我們怎樣可以去嚴恨呢? 神給了我一些帶領 第一就是看述 為什麼看述呢? 就是相信這個人其實都受了很多傷害 所以他就會傷害我們 於是我們就會說 他都是有軟弱的 所以他會說負面的說話 會傷害人,我就看述他了 因為看述呢 譬如我們就很懂得看述自己 譬如說 譬如那次罵人 我們會說 他壞,所以罵他 他抵罵 人有時候很難控制怒氣 當然是罵 我們會為自己解釋很多原因 他壞 而且一時忍著就罵 我們會為自己解釋很多 甚至會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他壞,所以不是我的問題 我們對自己很懂得連述 即是說 我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生氣他 對他不好 但別人那些 我們就很難看述 就覺得他很差 好不好 我們學習的就是看述他 假設我是他 這樣的情況 會受了這麼多傷害 所以他會容易傷害我們 你看述的話 你就會說 其實他都是受了很多傷害 他都是很軟弱 其實他的生命都有很多苦 或者他又沒有耶穌 所以他得不到神的幫助 或者他有耶穌 但是他又不懂得得神的幫助 所以我就看述了 看述之後會怎樣 就開始能夠延述 因為他慘 所以我延述他 而且開始會有一種連述的心 好像他這麼辛苦 他真的需要多點愛 好像他這麼辛苦 就是需要我對他更好 所以神在很多次 我有時洗碗 掃地 因為在這些時候 是比較靜一點的 忽然想到那個人 我想到那個人 我又會想到他的困難 被人傷害 我就會遙恕他 看衰他 想念衰他 為他祈禱 祝福他 有些人我可以見回 我就會說 神啊你幫我 見到他的時候 我盡量 不給他影響 盡量想祝福 這就是 讓我心裡面 完全對他輕散的 還有 有時 另一種情況 就是我們的心不舒服 一種就是我生氣 另一種就是 心不舒服 心不舒服 又是要處理的 就是怎樣呢 不舒服呢 就是 我見到他 我就不舒服了 我想起他 又不舒服了 我怎樣處理呢 就是神愛我的 神體重我的 我是寶貴的 所以我是可以開心的 就算他對我不好 我也可以開心的 這樣來幫自己 能夠開心 還有用神的同在 靠著神的同在 多謝耶穌祝福我 所以我可以開心起落 就是 將憤怒 不搖算 不能夠接立他 以及我們的懼怕 對這個人 就是任何 哪一方面 我們發覺是哪樣 我們就處理哪樣 或者覺得他 令到我損失了 一些東西 我現在得不回 其實又不要緊 損失了 因為我聽神的話 神就會 先求的國和義 這一切都會加回給我們 我們不要緊 他不會拿走我這些恩典 這是很重要的信念 神一定為我開路 於是我就能夠放手 有時候 我們都要處理情況 好像你所說的情況 因為你要跟他相處 有困難 怎樣相處 這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處理了內心和相處 相處 相處在很多種程度 一種程度 有些人真的需要 他講什麼 你不要認真 你不要這麼認真 他講什麼 不要當一回事 因為他有軟弱 所以他說話會傷害人 我不用這麼認真的 有些人 你是不可以跟他 說清楚道理 說不清楚 越說就越吵架 那些人可能只是 算了 不要緊 是他的問題 這個就是 因為神在我心裡有奇滅計劃 我不要給他影響 如果我給他影響 我就沒有力量了 其實我自己 我經常都要處理問題 但是周圍的人都會看到我 不會看到我有一天 我今天不想祈禱 你們自己搞定 我不管 我今天不出現 我 哎呀 我很慘 就是 認識我的人 不會看到我有一天 為什麼我會這樣 因為我決意 不要給這些東西影響我 我一定 一定 就說 他不好 就算我要對著他 他不好 他的問題 我為什麼會給他影響 這是第一步 有時候有些人可以相處和談得 我們怎麼處理呢 就是第一 我們不要有怒氣 不要激氣 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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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氣 要生氣 怎麼會生氣 什麼是不好的呢 為什麼你那次這樣做 你那次這樣做 你知不知道後果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傷害了我 這些一定沒有好後果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明白的 你把那些說話套在你身上 如果有人對你這樣說 為什麼你嘗試這樣做 我們一定會不喜歡的 我們明白了 不可以這樣說 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 就我說 這個真的要兩個人的關係好才行 要怎樣呢 這個真的要很小心的 處事和待人是不同的 處事簡單一點的 比如說 合作上有些困難 你可以說 一齊敬拜 合作的時候有困難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就可以說 我們不如想一下下一次 我們合作那次怎麼做 跟他談 可能他會這樣說 都是你壞 你沒有做什麼 我們又激怒了 我們又反彈了 有時候我們會跟他說 都是你壞 這種說話都是控訴 一控訴身 又是沒有好後果 沒有好的後果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都可以跟他說 不如我們想一下正面 如何處理 將來怎樣 其實可以說 處理兩個人的相處 處事和待人 兩個人的關係 是需要有百觀的智慧 和百觀的方法 每一個情況不同 有些情況可能只是說 我們想一下我們有沒有做錯 我們就說 對不起 我有做錯的地方 我也很想 我有做錯的 請你原諒我 我很想我們能夠 關係更加好 不如你告訴我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這也需要對方合作 因為如果對方有激怒 我們又受不了 我們可能就需要 我們嘗試用正面的說話 去想一下如何處理這件事 好嗎 或者我們的相處如何 有些人是可以談得 有些人是沒有得談的 有些人可以談得 譬如當是 這個很高 他的EQ 他的情緒智商很高 這個很難談的 中間都有很大的距離 可以說什麼人都是一樣 你撩起他 是很多人受不了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 你一撩起他 你為何嘗試這樣做 你又是這樣 是很少人受不了的 能夠用一些說話 即是說 不如我們想一下 如果能夠認錯是最好的 因為他會軟化 我們認錯我有做錯 如果沒有認錯 我們也會想一下 我們一起合作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好 合作得愉快 喜樂 我都很欣賞你什麼 這是另一個方法 就是認錯 第二個方法是欣賞 我們珍惜我們這個時候的機會 不如我們談談 我們怎樣可以合作得這麼好 總之這個過程 就說 我不是想說 你有什麼錯 我只是想找個解決方法 第一種動不了的 動不了的 你只能夠當他無盜 即是他講的 但不是當他人無盜 你對他好 但他講什麼 不用當是有回事 這種情況 至到一個你可以處理的 大家談的 譬如我跟我太太 真的可以這樣說 但說的時候 大家都用柔和方法去說 而中間有很多人 你一說 他不是去到不可能 但都很容易爆發 這種人 我都見過 很多人 很難有人 很謙卑接受 這個是我們需要 用各樣的智慧去判斷 但第一 我們自己都清了 清了 心都鬆了 而和他相處 首先我們可以做 有些平時可以做 多一些笑容 關心他 請他吃點東西 拍一下他 如果關係都可以 有些人一拍他 馬上縮 他拍了我們 有些人會有負面的想法 所以我們需要問神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處理 但如果我們裡面總是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內心 沒有處理到 心不鬆 是比較難釋放 第二種情況就是 和他相處 總是不開心 又是很難釋放 所以這兩個 都是需要處理 是需要很高度的智慧 是每一個情況不同 有些人 你可以說 你不能跟他這麼容易說 很正面的說話 不能夠的 那你只能夠 大家和平相處 沒有吵架就算了 有些就是這樣 有些就是可以更加建立關係 有些人建立關係之後 都可以慢慢處理到 這個是我們要很留意 對方的說話 那種語氣 他的情緒狀況 他可以接受得什麼 來分辨我們怎麼跟他溝通 這是一個大題目 就是我現在 不是詳細說這個大題目 是讓大家去想一下 這麼多種情況 我們可以怎樣去想法 怎樣去處理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 為什麼呢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過關 是每次都不同 比如說一個情況是這樣 第二個情況是這樣 第二個情況是這樣 第三個情況是這樣 還有千萬個情況 但是你說到那麼多 就能分辨到 你會大約知道 這樣的情況如何處理 這樣的情況如何處理 大約會知道 沒有感到真的 你會不會對方 對方表演 說得甚麼 就是整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